我国户外水伤运动项目起步比较晚 但是最近几年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 特别是赛艇等项目逐步走入了大众视野 相关赛事的举办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 在辽宁大连城市赛艇中心正在举行一场赛艇比赛 参加比赛的并不是专业的队伍 而是由一群赛艇爱好者自由组织的业余团队 今天算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队内的比赛 但是很激烈的 我们这种队内比赛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和锻炼 为了更好的推广水上运动 很多俱乐部都会定期开展专业培训举办相关赛事 一些参与者都是在体验过后成为水上项目的深度爱好者 我从这运动有13个月一年多一点 因为它全身都可以运动得到 90%以上的肌肉都能得到运动 一周的话能练一到两次 我感觉这个运动能交换很多 相识很多市民在我们河道内看到有划船的 都会过来咨询怎么参与怎么玩这个赛铁 一内人士指出 目前我国水上运动发展规模和水平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通过完善水上运动基础设施建设 丰富相关赛事活动 培育多元参与主体 加强专业培训机制 国内水上运动项目将加速向大众化普及 原来我们叫做体验型的为主 我旅游的时候到那体验一下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家这种参与型的 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 这种体育运动的爱好和习惯 是这个整个这个市场运动产业 比较被看好的一个原因